光复乡公所特别为乡内14位的模范母亲举行表扬活动 由于适逢周秋假期 很多在外就业就学的儿生子女都返家同庆 场面非常的温馨 乡公所各科士同仁也上台歌舞表演祝福同乐 乡长林清水也为妈妈们准备一个大蛋糕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的前夕光复乡公所办理模范母亲表扬大会 乡公所员工以热情的歌舞为伟大的母亲们献上祝福 光复乡每一位模范母亲在乡长林清水先抗力 乡代会主席廖一军 以及各村村长家人亲友的处涌下 上台接受表扬 同时拍照合影纪念这珍贵的一刻 乡公所也准备了一个大蛋糕 同庆母亲节这伟大的日子 场面温馨 母亲节这一天也正式周休假期 许多在外就业就学的儿孙子女也返家庆祝 妈妈荣获模范母亲也予有荣烟 与会的各级长官贵宾也纷纷献上最诚振的感谢与祝福 首先在这里还是要先感谢我们所有模范得奖的母亲 老婆站出来表示我是我们家里有妈妈 真的今年是新的老年原来的旧大公司 然后搬到大全国小 再算一下 在那搬了三年 三年比较热 然后又文章又有 光复乡模范母亲表扬大会 总共有14位模范母亲接受表扬与祝福 而乡公所各客室员工也组队上台歌舞表演 同情同乐 共同度过一个难忘的母亲节 记者是越南光复采访报道